因為柯文哲他在選錢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本來就是 講話講說 被發現他就好啊那我就是明天就是給他挖掉啊 後來又變成五天 說五天之內會給他弄 後來又說一個月之內一定會給他弄好 就是往後延 他那時候也說他會把這塊地 就是 拿去賣掉處理掉 可是現在選完都過半年了 還是 地還是放在那邊 一開始說要送芭樂樹 這樣芭樂也死光光了 所以不知道柯文哲到底還有說什麼事情有成 真的 我們也很希望說他趕快把那塊地處理掉 包括一直讓我們講 講到他下次要 一虎反步在拚第二次的時候 我們要再把這件事拿出來講 我們也是很累的啦 現在就是目前大家會知道柯文哲越全局越有錢啊 所以他從這個 這個千萬富豪現在變上一幅 那我覺得是比較這個尷尬的 就是說之前柯文哲打著去 就專門去這個攻擊權貴的部分就沒想到 自己不只是權貴 而且呢搞不好還常常拿著刀叉在吃肉 那我也是覺得說這樣子的話 會讓相對的社會剝奪感 而且本來自己是主打這個時候什麼居住正義啊 結果沒想到居住正義啊 還是要最後要一直看我這個 爸爸的錢 是不是最快 我覺得這對於社會都是一個很差的教育 你想問啦 是因為昨天陳佩琪他自己發文了嗎 就是說證實自己真的有去看豪宅 那他 其實他過去不是就罵過連勝文說住地保嗎 然後甚至還有喊出這個居住正義 那你是不是覺得說 爬被自己打臉嗎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以前支持柯文哲的時候啊 我們那個時候常常去笑那個連勝文笑連家嘛 那時候就笑他說 想不到幹了一輩子的公務員竟然可以買得起豪宅 想不到 過了十年之後 原來這句話說的是柯文哲 就覺得說 十年前支持柯文哲 原來他也只不過是個十年後的連家而已嘛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現在確實就是在打臉他的人設 他以前就是一直覺得說 別的陣營都是什麼權貴出來 他對抗權貴啊 想不到 他現在也變成了權貴 那怎麼看就是他現在新竹農地本來說要賣 但是又被發現在跳票 對 因為那個柯文哲他選錢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本來就是 講話講說 被發現他就好啊 那我就是明天就是給他挖掉啊 後來又變成了五天 說五天之內會給他弄 後來又說一個月之內一定會給他弄好 就是往後延 他那時候也說他會把這塊地 就是拿去賣掉處理掉 可是現在選完都過半年了 還是地還是放在那邊 一開始說要送拔蠟樹 這樣拔蠟也死光光了 所以不知道柯文哲到底還有說什麼事情有成真的 我們也很希望說他趕快把那塊地處理掉 包括一直讓我們講 講到他下次要一虎反鋪在拚第二次的時候 我們要再把這件事拿出來講 我們也是很累的啦 是不是有發現他的選舉那個支出上面有蠻多性 重複大量的房間 不然就選前在文山區掃街 然後一天四萬的在這個馮山的小區店 是這樣 因為那個 我們最近就是查賬大家查得很開心 說我們有把他的資料都下載下來 下載之後一次有拉一拉的時候發覺有一些 很有趣怪怪的賬 當然我也不認為這些一定有問題 但是我們 我們如果覺得怪怪的賬我們就覺得說我們希望他們就是 解釋給我們聽 因為畢竟他們這幾個禮拜太多怪的賬了嘛 因為之前的一些賬也是我們質疑之後才發覺說他們真的搞錯了 包括現在就講說有些就是 小吃店明明已經結束營業好幾年了 可是為什麼還可以買得到便當 或是 明明是禮拜天沒有經營的店 為什麼他們可以買得到便當 所以希望就是黃珊珊就繼續出來開那個澄清記者會 解答我們的疑惑 說不定我們現在挖的 真的又是有問題 我們又不是 沒挖過 你看這三個禮拜我挖了多少有問題的賬 所以我們希望他會出來解釋進駐 然後你之前有說那個民眾之聲蠻有找柯黑來上節目 但你沒有被受邀嘛 你知道有誰有被受邀嗎 他們好像 因為一開始他們只是私下問 他們就是 民眾之聲有辦個活 就辦個節目的主題 就是說要談柯黑這一塊嘛 然後他們就私下說有沒有誰要來 受邀 來做一個節目 然後有把那個 就是流程有貼出來就到處問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怎麼沒有人來問我 我也想去 我也想要 用一個身為柯黑的那個身份 去參加民眾之聲 所以那時候是 很有趣的就這樣講一下而已 所以你這邊比較不知道還有 有沒有其他的 對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 但我知道他們好像說 那天有delay到 我大概只知道這件事 因為後來他們就是要開放民眾來call in 然後反正想取暖 但好像後來被小草罵很慘 真的嗎 我後續就沒有追了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對 我問一下那個房產 就是現在大家算出來 他可能要自備7200萬元 那我們就很好奇說 那個錢到底是什麼 他不是剛選舉完 有那個補助款 補助款就算他說的說 三分之一捐 然後再加上說 他的那個舊房子 如果以房賣房的話 我覺得 湊得出來啦 就算湊不出來 以柯文哲的 這個名字 難道買不起嗎 我覺得可以啦 所以這一點 這個錢我是沒有替他擔心 因為陳佩琪這點是說沒有金主陪同 可是現在好像被挖出來 好像是前國民黨的中常委 有就是有說有那個金主陪同 可是他講的不清不楚的 因為佩琪他這幾天的發文就是每天講法都不太一樣嘛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這是不是他的最終說法 說不定他等一下又有最新的說法 所以我們就是繼續看他怎麼說 那怎麼看說現在其實小草越來越失望 然後其實蠻多留言都指向 就是會在民眾之間下面留言說 就可能有點心寒啊等等 真的因為 我們這件事 就這一整串事件是從大概8月5號開始嘛 到現在大概過了三個禮拜了 那這三個禮拜前兩個禮拜我們其實挖了很多東西 但是小草看起來沒有很在意 直到這個禮拜呢 就是那個 陳志涵的20萬 算是第一個風水裡 就是他們小草們開始有一些剝奪感 然後再加上那個 第二件事就是那個 從佩琪去看1.2億 本來傳說 看1.2億這件事情 本來小草還有 出來 還有一些出來反駁 反駁說 那個 夫妻兩個都是醫生 這樣子 賺了一輩子 難道買不起 一棟1.2億的豪宅嗎 誰知道佩琪她自己發文承認說 她還不只看一棟 她看好幾棟 自己要換 兒子也要換 你知道小草們真的很受傷 都不太有人出來護航了 那現在她這個房者爭議 也被叫說是上義夫 然後她的所有人設都漸漸在崩壞 上義夫是你的梗 你應該來回答我 你一次 趕快 上義夫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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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義夫你的負責 呵呵呵呵 好好你來 上義夫 就你凹的 就是你凹的 這樣 嗯 好 好你講 上義夫你講 你都上義夫喔 對現在大家就冠上上義夫 然後她的冷色斗全部都封開掉了 對現在就是目前大家會知道 柯文哲越全局越有錢啦 所以她從這個 這個千萬富豪現在變上義夫 那我覺得是比較這個 尷尬的就是說 之前柯文哲打著去 就專門去這個 攻擊權貴的部分 結果沒想到 自己不只是權貴 而且呢 搞不好還常常拿著刀叉在吃肉 那我也是覺得說這樣子的話 會讓相對社會剝奪感 而且本來自己是主打這個時候什麼的居住正義啊 結果沒想到居住正義啊 還是要最後要一直看我這個 爸爸 爸爸的錢 是不是最快 我覺得這對於社會都是一個很差的教育 我想問一下說這個 許甫被爆料就是 他曾經在 內部會裡面有提到說 民眾之聲的斗內 可能會流進木殼 然後可能最後才會發獎金給文宣部的同仁 喔 關於木 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民眾之聲的部分 其實民眾之聲呢 官方頻道 在8月份到今年的8月 其實 他總共斗內累積的這個 經費總共收入有這個189萬多 很多 那另外如果是算美金的話 是有58000多美金 那這些錢到底是去哪裡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給小草一些交代 因為畢竟非常多的斗內費用 都真的就是來自於 小草的一點一路啦 齁那我相信有非常多人 其實都是頻道主 大家有私套貓也很清楚 今天許甫我要任何的反駁 他很簡單 他跟YouTube怎麼請款 他只要把他的憑證單據拿出來 大家都會知道 也不會去質疑 是不是你 呃所謂的這個 靠這個 民眾黨斗內之後 然後這些錢啊 流到私人口袋 或私人工資去 那我多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看說 他們現在好像有大陸這邊的捐款 然後吳怡軒昨天出來說 都有看身份證 但是不是還是有密集的捐款 所以我必須要講 其實昨天這個 這個吳 吳 怡軒 吳怡軒女士啊 他很快就說他已經看到身份證資料 但其實 我們看到那幾筆裡面啊 就是有身份證 登打記錄的不到五筆嘛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 吳怡軒是怎麼樣 這麼快速就可以確認身份了 那另外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絕對要注意的就是說 其實如果 不是在 台灣的 居民的話 就是台灣或中華民國的居民的話 其實不能夠 去做捐款 但比較特別的是 裡面有大量的 重複的 譬如說 住在日本 相同的地址 或者是 住在中國 香港 相同的地址 他真的 有 往返 台灣多次嗎 不然怎麼去做這個 現金捐贈的動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嚴重 而且奇怪的地方 那我覺得 是民眾黨自己要好好 出來說明 另外我覺得這個 民眾有的 非常多的這個財政的 疏漏部分啊 就表示他們 真的 一點都不在乎 因為其實如果 EXEO表格拉出來 你很快就可以發現到 這一些所謂捐贈 異常的部分 他們為什麼在第一時間 不去處理 然後到民眾 發現的時候呢 他們才開始 這麼緊張 想要去解釋 我想大眾 已經對他們的 信任感 已經沒有了 對 而且事情 稍了半個月 他們其實很多 事情 還有金流 都沒有講清楚 最嚴重的 我認為就是 第一件事情 就是木殼公關 連1300萬的授權金 現在連檢調單位 可能都無法 相信他們的說辭 所以才需要被 帶上這所謂電子繳僚 第二個關鍵的 就是其實 就是所謂 12個尼奧的 那三張發票 他們在記者會 也都不突然說清楚 那關於這個木殼公關 到現在的代表 發言人 好像就是 所謂民眾黨 我覺得這也都 非常的奇怪 那 必須要講 如果 這個 所謂 李文中 有這麼大的瑕疵 他 已經被開除黨籍了 為什麼他還是 是柯文哲自己小金庫基金會的董事長的 其實我覺得這讓人匪夷說是 好 謝謝 謝謝